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175章安排好了 叶浩轩现在这里逼格比较高了 一天只看十个病人 这也像是某米的饥饿营销一样 让他的身价是越抬越高 他白天坐诊 晚上就四处打停些事情 现在他还不确定梁洪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 不敢贸然去找他 而港帝他又人生地不熟的 经过梁晶年这件事情以后中 叶浩轩已经不敢再随便相信什么人了 梁晶年在港帝算得上是德高望重了 可是叶浩轩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 慈祥之急的老家伙竟然会突然毫无征兆地捅了自己一刀 叶浩轩从诊所里走出来的时候 飞哥低着头弯着腰 带着一副讨好的表情找到叶浩轩 他陪着笑脸道 叶哥 你吩咐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安排您去见红哥 那好 安排好了以后你叫我 叶浩轩随手抛出了一颗药道 这是解药 谢谢叶哥 谢谢 飞哥大喜 他连水也不用 直接把这颗药吃了下去 然后直着脖子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忘记告诉你了 这要只管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内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我就一次性把毒给你解了 如果你表现不好 那以后只能每个月吃一颗吊着你的命了 叶浩轩道 飞哥愣了愣 然后他哭丧着脸说 叶哥请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去吧 今天晚上让我见识见识你的老大 对了 他在哪里 晚上我带您去就是了 我今天约了他 飞哥小心翼翼地说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叶浩轩挥挥手 回到了住处以后 叶浩轩只觉得精神一阵 楼个楼道里 都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香味 这香味 正是从罗炎的家里传出来的 估计是罗华用自己的配方做出的红烧肉成功了吧 果然 一打开门 只见在罗炎的家里已经有几个老邻居在等了 他们都是被这股香味吸引过来的 做好了 大家来尝尝吧 罗华端上一盆红烧肉 哎呦罗家妹子 可算是好了 我们几个老家伙都快被这香味 给勾的魂都出来了 一个大妈一边拿起筷子一边说 对啊对啊 你的手艺渐长啊 几个人都是罗炎的老邻居了 今天在家没事 可这股香味 把他们的魂都快勾出来了 所以一个个就厚着脸皮跑了过来 小叶 你回来了 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这可是用你的中药 然后又加入了密制的香料做的 罗华给叶浩轩递上了一双筷子 好的罗姨 我尝尝 叶浩轩笑了笑 他夹起了一块红烧肉 放到了嘴里 这一次的红烧肉里面加入了叶浩轩写下的中药配方 和一些能增香的中成药 颇具营养价值 入口即化 满尺流香 这是红烧肉入口后 叶浩轩第一个感觉 这块红烧肉足足炖了一个下午 肉质被炖得稀烂 柔滑的感觉 让人几乎分不出来肉和自己舌头的区别 好 好吃 这一众老邻居早就惊呆了 他们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好吃的红烧肉 什么肥而不腻 什么瘦而不柴的肉在这块红烧肉前几乎弱爆了 他们加快了下筷子的速度 不到十分钟 这一大盆的红烧肉竟然被这群老邻居给吃得干干净净 罗姨 找门面开始开店吧 呵呵 这一次一定发财了 叶浩轩笑道 好 明天就开始 罗妹子 你要开店 就做这个吗 有位大妈问道 是啊 就做这个 我怎么好意思成天在侄女家里白吃白喝 罗华笑了笑道 好 我们几个绝对拉一群吃货 给你捧场 只要你以后做这个 我天天去吃 一位大妈一拍桌子道 那好啊 就先谢谢几位嫂子了 罗华笑道 叶浩轩对这一代不熟 还是罗言从诊所下班回来以后跟自己的姑妈一起出去找的门面 罗华也是个风风火火的人 做事情从来不拖沓 半天就找好了门面 谈好了价钱 交了定金 就等明天找装修公司装修之后就开始大展伸手一番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叶浩轩接到了飞哥的电话 他恭敬地说 叶哥 我在你楼下了 马上下去 叶浩轩挂了电话 他换了一身紧身衣 然后走了下去 港地的夜生活 比起华夏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繁华 这里的各色酒吧 敌厅以及形形色色的会所让这里显得极其迷醉 在一间金碧辉煌的会所里面 有一个极大的包厢 一群汉子在搓这麻将 这间包厢极大 里面有十几名衣着随便的小青年 和一群衣着暴露的妹子们在咬骰子喝酒 整个包厢里透露出一种糜烂的气息 一个身上闻着青龙白虎的汉子就是红哥 他18岁出道 琴棋砍刀一人单挑三四个人 所以 他很快就会泰山集团的老板看中 李渔月龙门一样 成为泰山集团名下的个大混混之一 这一带的地盘 都是他罩着的 他手下像飞哥那样的小头目有三四个 每个人手下都分管这几条街 大飞那小子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红哥一边数着这个月小弟们交上来的分子前一边不满的嘟囔道 哈 大飞那小子这几天感觉有点不正常 他是不是女人玩多了 听说这小子看上一个卖唱的妹子 天天跑到那里去 看了就上他啊 为他生为他死 他不同意就墙上 连上都不敢上他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喜欢他 红哥演一瞪说 哈哈 红哥真性情啊 可那小子脑袋不知道抽什么疯了 说什么寻找真爱 不过那妹子软硬不吃 就是不给他好脸色看 另外一个人大笑道 出来混的 就该有混的样子 大飞这些日子越活越回去了 这不这个月的分子钱还没有上呢 就差他了 红哥有些不悦的把受中的钱一丢 他也懒得数了 谁说不是呢 这小子现在的手越伸越长了 他是嫌红哥 你给他的那几个场子有水滴 前几天还跑到我那里混吃混喝抱怨呢 另外一个人有意无意的说 等他来了 得好好开导开导他 这太不像话了 全去给手下的兄弟们玩 红哥一边说 一边拿几叠跟钱扎成捆的钱 给那几个头目们散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门开 大飞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道 不好意思红哥 今天堵车 来晚了 大飞 你他娘的总算是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死在哪个妹子的床上了呢 有个小混混夸张的叫道 滚 你死了我都不会死 大飞把手里的袋子 往桌子上一放道 红哥 这是我上个月的那份 就这么点啊 大飞 你不会是拿这钱填女人的无底洞了吧 有个混混不屑的说 我的厂子就那么点人气 而且都是穷地方 怎么能跟你们比啊 就这样手下的小弟们一个个过得清汤寡水的 我都没法活了 大飞坐下无奈的说 大飞 是不是最近有事 红哥看了他一眼说 没事 就感觉老困 不想出来玩就是了 大飞笑了笑 我看你是伪了吧 来 今天我给你安排几个内地来的妹子 原装货 给你冲冲洗 红哥笑道 谢谢红哥 大飞点点头 一晃就是大半夜过去了 这群混混们打牌唱歌玩妹子 一个个玩得精疲力尽的 红哥 我不行了 我得回去了 一个小头目带凿迷醉的双眼说 靠 还没完那就尾了 没劲 随着时间 越来越晚 这房间里的人也越来越少 最后只成下了大飞一个人留在那里 红哥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他拍着大飞的肩膀道 怎么样 再来一打 红哥 今天来找你 是有些事情要处理的 大飞站起来道 什么事情要处事 妈的有事明天再说 今天晚上 我感觉很亢奋啊 再给我找两个妹子去 红哥 红哥把手中的酒瓶一丢 他惬意地躺在了沙发上 他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 原本男人到了三十就走下坡路 所以 他现在感觉力不从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特别亢奋 他感觉自己身体里有股精力无处宣泄 飞哥 歇歇吧 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大飞丢下了手中的酒瓶道 介绍什么朋友 你小子今天到底玩什么花样 红哥警惕了起来 他发现在室内只剩下他和大飞两个人了 而且 他的手地 全部泪趴下 要么像是死狗一样呼呼大睡 要么就早打道回府了 红哥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叶 内地来的 叶浩轩走了进来 他静止坐到了红哥的对面 这小子谁啊 大飞 你特妈的到底想耍什么花样 红哥不认识叶浩轩 他感觉到事情开始有些不妙了起来 红哥 这是叶哥 内地来的 他有些事情想找你帮忙 大飞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